你在哪哪 今天是Promo 许温恒三集课程的第六天 然后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几个与决心有关的重要概念 然后比较深度和具象化的一个描述吧 然后带给我在认知方面的这个提升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的一个概念是关于合一 然后老师在课程当中有说 这个合一呢它就是暗 就是纯净的暗 然后是没有计划的 也没有狡猾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然后把合一呢 它比喻成了一个轴 然后呢 搅动这个轴的过程呢 搅动这个轴是一致性 一致性在搅动这个轴 然后之后说到了我们的这个意识觉醒 那意识觉醒就相当于说是 我们拥有灵性的力量 和这个掌握控制灵性力量的一个能力 然后呢 比较具象的一个描述就是说 我们用这个合一的轴啊 然后用一致性来搅拌 搅拌的是什么呢 这个搅拌的过程就相当于说是 把牛奶 然后我们通过搅拌牛奶 然后呢 从牛奶提升成为奶油 然后我们继续提升的这个过程 相当于说是把奶油又进一步转变成为了黄油 然后到了黄油的阶段 继续的提升 继续的搅拌 就变成了苏油 然后在这个苏油的阶段 我们用的这个合一的这个轴 然后用一致性来搅拌它 然后苏油就会成为灵性的演维 然后整个的这个过程呢 就比作了我们意识觉醒的这样一个过程 然后在那个生活中的运用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Sakti 联系的力量 它可以 这个 这个能量的粒子吧 可以 可以表现为就是我们的高肾像腺素 比如说我们 有一个在工作当中很重要的会议 或者是那个在处理家庭关系中的 一些表现的时候 会激发我们很高的肾像腺素 然后我们 拥有这个力量和掌控这个力量的能力 它其实也就是我们 在这个 拥有灵性能力和 提升控制灵性能力的一个表现 然后这个Sakti 它就表现为了我们 比如说消化食物和消化 消化信息和 处理信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然后这个认知对于我的帮助就是 它让我更直观的 更深度的去 去圆满这个压力吧 压力带给我们的这个感受 就是原来我们可能很容易的 跟压力不圆满 然后就是因为自我的偏好嘛 就会觉得会逃避和拒绝压力 然后当我们有这个强力认知的时候 发现这个人和有压力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个意识提升 意识突破的时候 也是我们在体验这个 灵性力量和掌握 灵性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环节当中 这是我今天想做的分享 感谢观看